畫面中可以看到一名重機騎士好端端的騎在橋上 前方車子停下騎士也跟著停 沒想到後方的藍色小貨車完全沒減速直接撞上騎士 他當場往前噴飛又追撞前方手旅車 騎士變成夾心餅乾 索性只有手腳擦傷 沒有大礙 來聽一段警方訪問 標解為貨車駕駛 疑似所持手機 未注意車嫌狀況 追撞前方大型重機 及自小客車 造成大型重機駕駛手腳擦錯山 地點就在新北市三重區中校橋往台北方向 3號早上7點多 當時正值上班尖峰時段 貨車四季疑似邊開車邊看手機 沒有注意前方車況也未保持安全距離 才會撞上重機 索性當時車速並不快 車會也釀成三輛車車損一人受傷 警方也將小貨車駕駛一道交條例舉發